以前啊这个很多人他们医术不发达 或者是科学不普及 他们就借助神明就用符咒 所以像是画骨符 不是画骨棉长的画骨符 画骨符就是以前人在渔村的时候 他们的主食就是鱼 那你常吃鱼势必就会被骨头卡到喉咙 那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叫画骨符 就是画完之后把这个符咒画在水里 喝掉那骨头就顺着这样下去 但是我要讲在现在医学来讲 你要是如果喉咙卡到一次 请你立刻去看医生 我就被卡过 看耳鼻喉科 对要找有耳鼻喉科的急诊室 也有一个叫止血服务 但是现在如果你出车 或者不可能在那边 止血服务不可能在那边挂你 还打人家去三楼法师先报 请给我止血服务 三楼法师就叫医生拿 YouTube会员募集中按下加入 就可以支持我们持续创作下去 嘿我是吧现场 在牛逊集集是微信物人的第一犯罪实况 我是主持人陈峰德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宾如 道教中的符咒来源已久 在文字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在过往中我们讲过的许多案件当中 简短去寻求灵界力量帮助的时候 也多次有符咒来登场协助 那符咒的功用相当多 人们为了心中不同的理由 都会向符咒师试图来求一张咒 这集我们就要从女性的观点来切入 谈谈有哪些符咒派得上用场 要谈这个深色的话题 当然是要请到最懂女人 也最懂符咒的找鬼记者 错别字 麦政凯你好 大家好 我是错别字麦政凯 是 那个麦凯我们说你最懂女人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不敢讲 我不敢讲我懂女人 女人她太宇宙心了 我难以那么快懂 还是你到现在还不懂老婆的心 我不懂啊 女人不用去搞懂她啦 你只要爱她就好了 你要搞懂她太累了 你就只要爱她就好了 真的 那到底符咒是什麽 我看你近期有新增一个顾问的头衔是不是 是 我就是有跟这个很多法师 就是不停的交涉嘛 采访嘛 然后私底下对这个部分很有兴趣 所以互相交流嘛 我给他们一些媒体上面的知识了解 想要你们如何去面对现在的多媒体等等 久而久之就变成他们这个 名字很长 就简单讲就是命理协会的民俗顾问 或者是媒体顾问这样 我是媒体顾问这样 OK 那等于是对于命理学界也是有基础了解吗 一点点啦 一点点 跟那些大师比真的是一点点 但是跟一般民众比跟麻瓜比 我还可以给你们讲一些东西 像我是麻瓜 就是麻瓜 我看你最近好像有出了一本新书 对 就是符咒的力量是跟一位三龙法师 也是这个命理协会里面的这个 以前是会长 副会长 对然后跟他一起出这本书 讲述一些符咒啦 让你去了解 但不会很硬 因为他的内容里面呢 其实就是18张符咒 但是他是用小故事 去告诉你这些符咒的用途 是 那我们这集要聊到这个 可能跟女性有关的一些符咒 就是他们可能会需要用得到的 或者是推荐他们用的 或者是他们有可能会被用的 对 好这些符咒我们就要来一一跟大家聊一下 那其实说到女人跟符咒 近期刚好有一个新闻闹得很大 那可能我们的听众们也知道 大家可能都看过《甄嬛传》吧 你有没有看过 其实我没看过 怎么没看过 我不在追剧的 我看电影我不追剧了 反正就是那种后宫啊 还是你想让我看过 对我看过 不用不用不用 你没看过就没看过 我以为你想要造假吧 不用不用 就是反正就是后宫里面啊 这种勾心斗角啊 大概听过了 你这过年可以看一下 每次过年都会有那个马拉松重播这样子 反正《甄嬛传》里面就会有一些公斗啊 霸凌啊这样的一些戏嘛 然后就刚好在我们台湾的电视台里面呢 真实的上演 真的吗 对 那这个被霸凌的女主播啊 她 叫什么名字 不能讲 不能讲 我们哪一台的也不能讲 但是就是我们要谈这个事件 跟我们这些 这些要聊的有点关系 就是她在电脑萤幕的有个 我们电脑可能太久没有用的话 她会进入到萤幕保护程式嘛 对 女主播呢 她的 这个女主播我们叫德德好了 好 德德这个女主播 她的萤幕保护程式 就飘出了一张符咒 她是用一张符咒 然后变成萤幕保护程式 我知道 她就是整个画面黑掉之后 会有一道黄色的符出现 对 那搞得坐在她这个附近的女主播们 大家都人心惶惶想说 德德的这个符咒到底是要干嘛的 是不是要对我来有一些什么针对 我吓都吓死了 那这个事件你有研究 因为你也一定要研究 我叫你研究一下 这个事件我有研究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因为她这个关键词就是女主播嘛 然后还有符咒嘛 这两个我都很有兴趣 带你先去女主播吧 对 女主播占80% 然后看到符咒就把它划掉 基本上这个故事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符咒好了 一般人对符咒不太了解 所以你去一个地方 或是去一个家里 或是你去买房子的话 你去看房子 看到门口贴一张符 你十字八九吓死嘛 所以大家第一印象就一定觉得 符咒就等同于死人 鬼或僵尸 但其实符咒分很多类 有的是保护自己的 有的是求平安的 有的是党煞的 没有错 有的是求财的 所以我们看完那张符的时候 这位德德 他说那个符是拿来保平安 保命之类的 那我会觉得说 你没事办公室又没闹鬼 闹鬼又不是全办公室人都不在 你放一个保平安的 会不会是你在人际关系 已经遭到人家一群凯凯的霸凌 其他的主要叫凯凯 对 就其他我们就叫凯凯好了 那凯凯就一直霸凌德德这样 所以他就可能要放一张符 可能是要挡小人的干嘛 所以我会认为说那个符咒 他应该是用来化解人际关系 更为圆润用的 对 但有没有说故意秀出来针对谁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德德 我不知道他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那就以我这个第三者 来看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符咒是用来 保平安的 或是希望他展现出来的时候 是可以让自己在工作上面的人际 不要这么多的小争端 那我自己是因为做采访关系 加上我对扶头也有兴趣 然后我采访不是闹鬼 就是法师嘛 所以很多时候 像你如果是生活组的 你去采访餐厅就会送你吃的 对 那可能你去采访什么是送茶医的 如果去采访社会新闻的话 这可能是送 送个车货 没有啦 酒店招待券 就是我去采访他们就送很多符 所以我的座位 以前座位电脑不是旁边有那个 可以吸磁铁吗 它是整面符咒 对那一开始是我的兴趣 但后来也是延伸出 可能有些人看到就觉得有点怕怕的 但有一次就是我去度蜜月的时候 我就修长假 然后有一位自称师姐的就来到我们办公室 他就看到我的座位 他就说你们这个同事 他已经被腰给缠上 不是鬼哦 比层级更高的腰哦 腰比鬼还要再更精一点就对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现在是人嘛 然后有鬼嘛 有精嘛 有腰嘛 他说我是被腰缠上 所以我先变人腰 然后他就讲说这个腰已经长脚了 对 长脚了 所以他就说这个很严重 你们要注意一下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同事听完 然后看到一堆符咒 他们就会怕 就我度蜜月回来之后就发现 很多同事拿那个镜子照着我的座位 用镜子挡煞是不是 可能吧 像八卦镜的概念这样 你后来好像还有去跟其他的老师们问一下 我到底体力也没有腰是不是 对 我那时候就怕 然后老师他们其实像三龙法师我也问过 他就说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身体怎么样 你有没有觉得你最近的运势怎么样 我说我最近变胖了 体重变重 是不是鬼压到肩膀上 他说没有 纯粹是你吃太好 所以其实反观看过来 我也还好 那其实就不用太过害怕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凯凯 我看到这个荧幕保护程式这个符咒 我吓得都吓死了 那个符咒你有研究过吗 在判决书上面也讲了 这位德德也在自己脸书上面说了 那个就是保平安的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就是 基本上要害人的符咒 或害人的法术 没有这么明目张胆的啦 他能够秀出来的很多时候是保护自己的 但我现在没有揣测德德的意思 那我就以民俗的观点来讲 那有没有可能他那个符咒表面上他是保平安 其实私底下是下降头 有 因为符咒本身他主要是写在上面那些字 然后他有点像公文 一开头你要讲是你请了哪些神 然后你主要请这个神要干嘛 然后下面有一个一坨 有些人看到会有一坨东西黑黑的 那个不是法师写错字 那个是他要把很多的符咒咒文的字叠加上去 然后就变一坨黑黑的 好像就符胆 对 有做功课 我看你的书 很棒 他就是有点像是法师驱动符咒的引擎 这个时候你就要输入法师的帐号密码 他才能登陆天庭 才能开启这个符咒 就像公文送件一样 这些东西做完之后这个符咒才有效力 但如果存心要害你的 他可以表面上写这些 但他输入的帐号密码跟内容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可以说我这张符给你保平安 其实我是让你养尾 其实这东西就是看啦 这个东西就不能说去传说他是不是这样 但我认为他比较是保护自己为多 OK 那他们这个霸凌的始末你有大概了解一下 因为我也很好奇 直接丢球给我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德德 因为他本身对于宗教风水有兴趣 然后他还有放水晶 然后他还有放这个我们刚刚荧幕的符咒 这德德就是一个比较对宗教有信仰的人 那有很多凯凯 都是坏凯 他就是霸凌德德 我不知道他们霸凌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就看你不顺眼长得比较帅 我就嫉妒你 霸凌的手法很多 例如什么隔离霜挤在他的高跟鞋里 然后什么化妆水撒在他的键盘上 水晶这东西基本上就是有一定他的白法 他就去动他的水晶 然后他的荧幕出现那个符咒 强制关机 关机之后就说公司规定 离开座位的时候要关机 但是这个行为也太够挑衅 诸如此类很多种的行为 你说他怎么知道 他放一个隐藏式监视器 在他的座位拍下整个过程 所以他有证据他才去做这些事情 去提告 凯凯全部叫出来 然后踢爆到上级去 所以才演变出这个公斗剧 大家就猜测 为什么德德跟凯凯会闹成这样 是不是主播今天要争抢时段 还是什么节目怎样的收视率 之类的我不清楚 因为他也没特别去细讲 对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去猜测 那会不会延伸出这么强大的公斗剧 这我不清楚 但有听过就是一些小动作使用 小动作是怎样 我听过的是某位男性朋友 他就说某一家电视台的两个 A跟B的主播 他们就是彼此之间有一点摩擦 因为其实主播他们要播的时候 他们会有衣服要换 所以他们会有说 今天可能A主播 你要播新闻的时候 你的时段是什么 你的服装是这个 他拍照上面写名字 他就去拿这件衣服来穿 那B主播你穿哪一套 C主播你穿蓝色 好像红色 每个时段的颜色不同 区隔开来 那当A主播去换衣服的时候发现 诶 我的衣服怎么不见 他就赶快去找找找找不到 然后跑去问服装是服装 说没有 我有准备啊 怎么会这样 然后就赶快再帮他弄一套 然后很慌张 因为其实播新闻很麻烦 女生的书画很久 你要re稿什么的 你要赶在时间进去 所以他其实很忙乱 然后等到进去之后 过一阵才发现 你B主播你怎么穿我的衣服 这明明就不是我的 为什么你要穿 B主播就说 我觉得我穿起来比较好看 这句话很挑衅 是这样吗 对 他那时候就讲 当然你们也不用问我说是谁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 但就是可以感觉到 其实这个小手段 或是一些点小摩擦 还是存在的 那也有听过什么剪衣服的 等到上去才发现 你们这边被剪开 但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 那我就很害怕 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 像凯凯这种同事的话 我想要防备他 又或者是我想要去驱走这些小人 让他们不要对我想要有一些 这种不好的想法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除了把荧幕保护城市改成符咒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其实基本上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你可以先自己去可能求 例如防小人的符咒 让这小人离你比较那么的近 或者是说想办法 就是区隔你们之间的生活 不要焦急到 如果今天是像这种凯凯已经坏透了 他拿你的头发去下你降头 那已经直接攻击 你不能再防止他了 那你可能就是比较常听到 就是做一个假人 让他的符咒的效力或降头数 打在那个小人身上 同时你自己放一个防护罩在自己身上 去阻挡他接下来 但问题是 我就小人嘛 我今天发现 不对啊 我今天下下降头 怎么没被车撞 可恶没用 我再下第二次 下更强的 所以你要找出这个根源是谁 你要找出我这个人 去处理他 因为太多情况下 像是有一对夫妻 就像你女朋友一样 他有一天回来跟你说 宝贝我跟你讲 我公司来了一个男主管 他就是一个中年男子 穿的就是像衣服扎进去 然后拉很高 裤腰 然后有点头发稀疏 这样 就他的外形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也不是我的菜 对 可是不知道怎么我一直想起他 哦 对 你的女朋友好来跟你讲这件事 这么可怕 他就说我一直想起他 然后我就是很想见到他 然后就是常常睡觉的时候 闭着眼睛都会可能梦见他 但我没有爱他 我也没有想要跟他交往 是 他敢跟你这样讲 就表示他一定是 心里面是清白的 对 他就这样讲 后来他就跟你讨论过一阵子之后 他们就开始想说 会不会是被吓服了 亦乱情迷之类的 是 就去找三龙法师 他就说 那个主管有没有你的资料 他说有 因为他是我主管 他一定有我的出生年月日 姓名跟住址 对 然后他就说 哇那这状况不是很好 因为他就有办法借由这些媒介 对你直接进行下服或什么 他就说那好 这也没办法避免了 你也不可能离职 那你就是他有没有 有跟你直接的关系 例如说拿东西给你吃 他说有 他每天早上会请他喝咖啡 他就说那你先从 不要吃他东西开始 就是早上就说 请你喝杯咖啡 他就说不用不用 那不如我们有奖金 下午我们来吃下午茶 他也就不用不用 就断绝所有吃的东西之后 一阵子 他对这个主管的好感就没了 对 从吃的可以去下一些 因为他一定要对你有一个直接连结 他可能把佛下 化在这个水里面 对 所以你喝下去之后 会有个直接连结 所以才能对你直接进行 你会产生对他好感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防的话 那很简单就是除了我们 找到源头 可是你源头阻挡不了 就是阻挡掉他给你任何 你可以吃到的东西 或是你的座位 会不会被他塞什么东西进去 因为他要对你攻击 我可能在你的座位底下塞一个符 这也会对你有影响 其实我们听下来这么多故事 你们一定觉得好小赖 正凯在那边讲符咒 讲的多声多声 我先跟大家导致一个想法是 确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甚至我在跟三龙法师谈的时候 我一直存在着质疑 因为我是记者出身 我一定对他很多质疑 但是故事出现 我只能说他有太多实力去看到 第二就是 您刚刚有提到 他流传千年了 如果这个符咒是个假的 他能骗世人千年 他妈也够厉害了 一起都能表明性 到现在还有符咒是存在 还有符咒可以一直有人去买 而且符咒 他价格有时候不便宜 所以他如果真的是骗术 他也有他骗术的智慧 他可能骗酒还变真的了 我们先这样去讲 那回到朱歌服的部分就是 如果我要让对方对我产生好感 朱歌服他是比较偏向女生在用的 最常使用的是八大行业 可能就是说 我想要让这个口袋里面 很有钱 虽然很小 但是口袋很深 但是我想要他的钱 我要你一直点我 我要你把我包出去 所以可能就是有个沙沙 他就会在你的这个 每次酒里面就下朱歌服 然后你就会对他产生好感 所以很多八大行业的小姐 会去找法师求这个朱歌服 那不是走八大行业 所以有一些是夫妻间 他希望老公可以碰他 因为朱歌服比较效益 是让你在床上产生一种冲动的感觉 床室的一种和和服的概念 所以他这个符咒 他可能是有些老公可能很冷落他 长时间没有去碰他 也是可以下着朱歌服 对 下在自己老公身上 但这个就有个故事 就是因为朱歌服 他的效力感觉是蛮直接的 所以很多比较正派的法师 就会问很多 他是你老公 你拿出证据给我看 身份证派出来确实是这样 那有一个法师是郭定璐老师 他之前就是有开朱歌服给一个贵妇 他的老公很有钱 可是他老公有小三 所以他就是和和服也求了 老公也是忽冷忽热 他就想到有朱歌服 不知道去哪打听了 就要求 那郭老师也是说 他一直跟这个贵妇讲 你们最主要的问题是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还有小三的那个存在 你应该是要去修复夫妻感情 而不是花那么多的钱跟时间 在求这些服务 后来他就是一直求 他说好好好 老师我知道你给我朱歌服 不要讲那么多 然后就一直求 后来为什么他老公有天发现 他发现他被下服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天就觉得 我老婆不喝咖啡 为什么家里厨房有绿挂子 我喝茶 他才发现他老婆在厨房里面 化服在水里 用绿挂子过滤 不论他的初衷是善意还是怎样 你今天被你另一半下服 你是不是都已经 对 心里面怪怪的 再加上我的已经 就已经爱上的是小三 不想 名正言顺就用这个服务 就离婚了 就离婚了 对 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 符咒终究只是个辅助 人才是本质 这样听起来 符咒好像不是万人的是不是 并不是 其实有太多的法师 像三龙法师 曹玉曲 荒涛 他们都遇过很多神经病 就是 我跟你求赵才福 为什么我没有种乐透 法师心里想说 干嘛我的符咒 如果开下去可以种乐透 我干嘛要当法师 我自己开一个 我自己就好了 开完就是种个乐透 然后花完再开第二种 所以这个逻辑 就已经是个很大的bug 那我是这样比喻 符咒本身就像是维他命 像是你今天工作很累 你身体开始出现状况 好累 可是你很努力的工作 那你希望把工作做好 你就会吃维他命 B群 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一点 有精神一点 对 那前提是你也会好好睡觉 你也会吃饭 你会运动这些 我也会好好工作 对 那这个B群 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强的辅助 让你不会一直打二千这样 那今天反过来 你都不好好睡觉 你也不努力工作 然后你每天就是 一直抽烟喝酒 然后熬夜 然后我今天给你一个维他命吃下去 你精神百倍 然后工作就可以做好了 对 那一定是安非他命 怎么可能是维他命 对不对 你这样想着讲 搞错了 对 所以基本上一定是 你今天有好好努力工作 好好的生活 起居都有做好 与人为善 你再去求福来辅助你自己 你的财运 你的人际 你的桃花才会往上提升 如果你先求桃花福 你每天躺在床上 然后就以为福烧了之后 第二天女友就躺在旁边 那一定是女鬼 怎么可能是女友 所以大家一定要导正这个观念是 符咒一定是辅助的 如果有个法师说你什么都不用做 这个符咒下去你就有用 说不定是真的 但那个符咒 铁钉它的副作用很强 就像安非他命 或者是他就是在嚎啸你骗你 所以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再用符咒来辅助才会有用 桃花福它其实是比较偏上是我想要找另一半 像我可能对于感情是非常忠贞的 我专情的我想要找另一半 好好的交往 结婚生子然后到老这样 那桃花福的话其实有一个故事 这本书也有提到 阿宏他就是他想要找另一半 但他始终没找到 爸妈就会催 然后阿宏后来就是 闪转的找到三龙法师 他就姑且试一试 也做了个样子给爸妈看说 我有在找你们想要找老师 我弄了 后来他真的桃花福的方式很特别 他是做成一个福管 卷成一团 他说你要种在花盆里面 他会长出东西来吗 不会长出东西 但是这个花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开了之后 他就散发出桃花 让你去吸引异性 但是重点是 你必须要让这本花不能死掉 也不能枯萎 也不能被偷走之类的 那他讲说神经病 我为这个还去种花 他就发现邻居有的种花 就种在你邻居的那种花 那他就是种了之后 没多久他真的交一个女朋友 但是这个女朋友的个性 跟这个阿宏差10万8千 就穿杜环 然后不是说他的打扮这样子不好 是他的习性就比较奔放 然后家里面的人可能没办法接受 对 那这女生就可能常常去夜店喝酒 然后喝个烂醉再回来 那他喜欢自由 那个性不合 没有谁对谁错 就是彼此个性不合 后来闹到最后就分手了 那分手之后 阿宏有一天发现 我种了那盆花怎么不见 那盆花是邻居的 他就问邻居说 阿伯之前不是有一个花什么 他说阿伯偷走啦 不知道哪个高星大偷走我的花 怎样怎样 后来算算那时间 什么时候偷走了 他说两个礼拜前 就是分手的时候 他就顿时从那一刻起 对桃花服 觉得好像有点用 他才真的再去请三龙求一张 然后好好的买一个花盆 种 后来真的结婚 他后来就是有参加大学的同学会 朋友之间聚会 去在局里面认识朋友的朋友 对 然后就娶了这个老婆 然后他还有讲说 就跟老婆讲说 我有种桃花服 他老婆开玩笑说 我是桃花服介绍来的吗 之类的 但这个里面有个重点是 阿宏并没有说种了之后 他就躺到床上 怎么没有女朋友 我再去雨水 没有 他也是参加社交嘛 他也是有去参加外面的互动 还是有认真的追求 只不过 可能因为桃花服的关系 比较容易有异性缘 对 抓到重点 桃花服他不是说马上抓一个女朋友在你身边 他是让你的异性缘的层级有提升 让你去有办法可以更快的 更有机会 更多机会去认识女生 所以会有些人对辅咒过于依赖之后 有点招惊吗 对 其实我一直强调就是辅咒它是个辅助 你不要觉得我们这一期就是在推荐辅 我们怪力乱神二人组 没有 辅咒就是一个辅助 他就是很中心 他就像刀子一样 医生拿在手上就是救人 8加9拿上去砍人 这就是刀子没错 工具本身没有错 那符咒本身也是一样 有一些像是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有个叫爱马仕杰 大致解释就是他跑去便利商店 然后问店员说这个是不是第二件六折 好像是巧克力吧 他买巧克力什么 店员在忙 他就说你等一下干嘛 他抓起来 他就好像就动手去弄那个店员 然后扯他的名牌什么的 还嗆他说什么 我全身都是爱马仕 我最爱打官司 几百万我花得起 就是嘻笑嘻笑那样 就是这很夸张 事情闹大之后 他还把这段影片 PO到网路上去讨拍 你想当然了 一定被人家炮死 结果这个事件烧出一个人 他的前夫 前夫就说 这个女的骗了我3000多万 而且他还在我的床底下 放了一整面的符咒 我看过那个照片 说真的 我觉得也蛮恐怖 有点密集恐惧症 他那符咒弄成一个圆圈 然后那个符贴密密麻麻麻的 然后那个字写在上面 你看到当下 我跟你讲 不论他上面写什么都会怕 虽然他有解释 这个是保平安的 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的一些行径 已经夸张到 他把符咒变成主要 他不是辅助了 就像我今天不吃饭 我每天狂克B群 我不运动 我狂克B群 我吃高蛋白 那没有用 那已经变成一个糟筋的状态 那这种类似的状况太多了 把符咒 名俗 神明 变成一种依赖 有时候是过分的执念所造成的 对 这个爱马仕姐他用的这个符 其实是算 并不是什么害人的符就对了 他事实上讲 然后我因为那个照片没有很仔细 我放大看得有点糊 那我也没有那个符咒本身 加上我们也提到了 一开始说到 符咒即便他上面写的是好的 他如果要害你 他还是可以输入坏的密码 对 所以他这个至少我从他这种在便利商店的爆发 这种行为 加上他事后有道歉 但他道歉的字字句句都带有酸味跟攻击 这个人设加他的行为 我觉得他在用符咒的部分是有点点歪的 那如果我真的跟这个前妇一样 或者是有些人对我下符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洁身自爱 可能有人对我下这种诸葛服 我洁身自爱啊 我不想对他这个做一些坏坏的事情啊 我觉得基本上不需要对陈峰德下诸葛服 因为他本身就是诸葛了 所以你对一个诸葛下诸葛服 只是这样功力大增 那如果今天你说要避开这种状况 就是一开始提到说 可能就是做一个稻草人嘛 就找法师嘛 你是有病逝感嘛 我被下符了 我怎么样了 先去找老师处理 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本职是 你要怎么把这个头给解开 三龙法师之前有处理过一个案件 那个蛮可怕的 他是对一个越南新娘 他这个人非常的好 就是相夫教子 脾气很好 然后对老公很好 对岳父岳母愿好 就是一个好女人的形象 就像冰姐一样 阿冰了 就是好女人的形象 可是有一天就是 他是越南 所以他会常常往返 像他老公很有情的是老板 怎么有一天回来之后 这个阿冰突然间性情暴怒 不打扫 然后对公婆无礼 然后对小孩臭骂 骂到那个菜市场人 吓到说怎么突然间把小孩骂成这样 就是阿冰整个人都歪了 然后他就老公也觉得怪 一开始觉得是精神病 但阿冰就是也有配合 可是看了精神科什么 好像也没有好转 但是他有发现一件事 阿冰变得非常排斥去妙礼 去那边觉得浑身不对劲 对他以前会跟着拿箱 但他打死不去 二来就是 以前他老公要去付款干嘛 就拿阿冰的钱包去付 没什么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几次要碰他钱包 他突然间暴怒 他才开始觉得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找到三龙法师 那就是辗转的讨论之下 三龙就说你早一天他睡着的时候 去翻他钱包 看看里面 他就翻出一个像多利多姿 三角形黄色的符咒 不敢开 一开始不敢开 他就打电话给三龙 他说没关系你就开 然后你可以用视讯让我看 他摊开之后就跟这个A-folds一样打 然后上面是黄色的 红色旗笔写的一些看不懂的字 那怕是泰文还是越南文 最让人不舒服是中间的这个地方 有血的痕迹还弄到破洞 其实不论你看不看这种字 用到血基本上不会好到哪 那当然第二天起来 这个老公就问阿兵说 你这个符咒怎样怎样怎样 怎么会有这东西什么之类的 他说这是我妹妹给我的 他就吓一跳 他说怎么会妹妹给你这个东西呢 然后就把这符咒弄掉之后呢 也是一样草人处理 然后替身什么 他就真的转好了 他才想到说有天妹妹就回越南之后 妹妹带着他去拜一个神一个师傅 然后求这个呼声符说是保平安的 不要打开 然后放在钱包里不要给人家碰 但是你会觉得妹妹跟他感情很好 怎么会害他 他就直接找到源头嘛 就问妹妹 就问嘛 因为源头就问妹妹 妹妹就说 什么以前我们家很穷 可是我们都是爸妈手上明珠 爸爸疼你也疼我 可是你自己去了 嫁去台湾之后赚了很多钱 一直寄钱回来 爸爸妈妈每天都在说你 说我们家是盖房子都是大女儿好啊 我们家有钱都是大女儿好啊 甚至一直说你能够念书 可能都是姐姐给你钱啊 心里不平安 但他没有害死姐姐的意思 他就只是想给姐姐说 一点教训 对我就让你衰一下 看你能夺好 就没想到这个符咒的效益这么大 真的符咒其实是中性的 最可怕是人心 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宫斗剧 那他也是有一些人的嫉妒跟摩擦 所演变出用符咒或摆正的工具 你说符咒可怕吗 你几格力双根傻那不是 也是很可怕 很可怕吗 也是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说对符咒太过害怕 而是你该害怕的 应该是你周遭的那些 你看不见的朋友的心 他在想什么 是 这个很有道理啦 人心还是最可怕的 因为看不到 人心隔肚皮 就是我肚皮比较厚一点 所以我始终看不到你的内心 就是一个暗发现场 你的内心揣摄要怎么害死我 那我们刚提到有这种桃花符嘛 那有没有办法说把一些烂桃花给斩掉 比如说我真的很不喜欢这赖正凯 他就很喜欢我 然后他一直要追求我 不要再来了好不好 这我相信很多女生可能都需要这种符 有 有吗 因为我常骚扰很多女生 所以很多女生就斩我这个烂桃花 所以我这个很有经验 我跟你们说其实 首先没有所谓的烂桃花 因为这个桃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因人而异啊 像我觉得贵公司的五仙女主播好美啊 但是你可能去跟她们想认识被打枪 就觉得她们哪有很美 她们凑拽 所以她们是好还是坏 是每个人不同的 那神明都不知道了 你叫神明去斩 他如果把你斩到好桃花 那你说 我不叫你斩烂桃花 你就斩好桃花 所以只有斩桃花 桃花一斩了你的桃花的魅力指数会降低 有斩桃花 桃枝 然后符咒 一把像菜刀的缠上符砍断 斩桃花有 它是有一个整个仪式就对 有这个仪式 那你说谁要斩桃花 有很多那种偷吃的老公 一直偷吃 然后我帮我老公斩桃花 对带去斩桃花 老婆带着老公去斩桃花 三龙法师处理过这个斩桃花 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次我做一个专题 访了一个某个领域的职人 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 他的这个工作室有好多的神像 然后也有符咒 那虽然我采访的主题跟民俗无关 但是我已经可以直觉到这个人跟 他也是喜欢民俗的 也是那个 所以在采访完之后我私下跟他聊天 他就说对啊 这古佛怎样 他就讲说他有被斩桃花 被谁斩 他前妻 他是一个蛮浪子形象的 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他很有魅力 是 他讲话的那种感觉 很多女生一定会被他冥想 他就是当然跟他前妻在一起的时候 就一直有劈腿外遇 然后他就是也没办法控制自己 这浪漫性格 就是还是很容易跟女生产生感情 后来有一天他就决定说 我不会再偷吃了 老婆说好 斩你桃花 带去真的找了法式斩 他说真的很扯 他斩完桃花之后 原本跟他喜欢或爱慕的女生 顿时就减少接触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说 他说我整个人的气场就是 我有时候去到一个咖啡厅 我可以感觉到有女生 会对我投注目光 但是桃花斩了之后 我觉得女生对我视若无 就是完全像空气一样 就是一个路人甲 不会跟女生对到眼的机会 然后女生跟你讲话就变得 也没像以前有那种情愫在 也不会有崇拜在 他说斩桃花是有这个存在的 他也有感 这个桃花怎么连前妻也斩断了 对他前妻后来是跟他离婚了 我说你又把桃花接回去吗 他说好难接回去 不容易 提到桃花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那有没有人专斩这个桃花 也是有 有嘛就是像说像我这个诸葛 我就一直骚扰你 对 斩烂桃花是没有的 那专斩一个人的桃花是有的 那法师我也不能讲 因为这后续故事就是有点恐怖 他是说有个女的 他就是外遇有小王 他跟这个小王的感情 就是已经交缠到不可开交 他老公快发现了 那他就要跟小王斩断 所以他把小王的头发 甚至还拿到精益 我 因为有刑访嘛 东西弄到 所以那个法师在处理的时候 他其实就觉得肯定有精益 然后他就是都把煤劫弄进去之后 来做处理 他就是因为要把小王彻底斩断 因为小王他想要公开 你跟你老公离婚跟我在一起 已经到这样 所以他把小王斩断这个桃花 可是后来 有一天凌晨的时候 这个女生就传来给这个法师 是 说小王出车祸 死掉了 然后那个法师就吓到 他就开始去反思 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说 这有斩这么大力吗 斩桃花斩到人命都没了 你不能说是不是斩桃花 斩到人命都没了 你也不能说是不是他的命 就该在这个时候结束 或什么都不管 太多可以去探讨的原因 但是就以斩桃花来讲 确实桃花被斩断了 可是 是啦 所以这件事情过后 他就不太去接斩桃花的案件 因为其实在民俗上面 有一种说法是 我跟你之间 像我认识你成风德 是因为我们上辈子的情愫 或是我们的圆 好害羞 对 我们可能是彼此是对情侣 我上辈子是你养的猫 就后来被丢掉了 这样 我们的情愫未了 所以到今生再继续细圈圆 所以有一些道德不正确的人 跳出来说 那小三也是吗 他会认为说 你跟他之间会产生小三 或什么 就是你们上辈子 有些情愫没有谈完 有些老师是不去介入这个 因为他这个是 连神都不去介入斩桃花了 这是你们上辈子的一些因果 是 对 所以斩桃花这个东西 很多老师是不去碰的 甚至有些真的要去处理的话 他不会去找正神 他就需要赢鬼妇 赢小鬼来处理 那这就有点偏 所以斩桃花其实是 在法术里面算比较 有风险性的 风险比较高一点 风险性 夫妻之间想要让房市更加美满 也是可以的吗 那就是比较偏和和服 那如果你们之间有一些产生 借地或者是摩擦的话 一定还是希望说先把这个给处理完 那符咒只是增加 你们可以有好好坐下来谈的机会 这个就是有一个法师 我不能讲谁对不起 他在大学期间 其实他对于法术 这有已经有在修 他就已经有拜师 那时他有交一个女朋友 可是他们分手了 后来他自己是法师 就知道有和和服这个 然后他以后他女朋友出生 年月日八字什么的 有没有拿到头发我不知道 但是应该也不难 没有同居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 去求着和和服 他女朋友还真的回头了 就是还是复合了 但是终究还是分手 他就再画一次和和服 又再回来 但他有一天就顿悟到 就是我跟他的个性就是不和 对不对 他就是喜欢在草原奔跑的马 那他是什么 我就是在池塘里面悠游的鱼 马跟鱼怎么交配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 所以终究他看开之后 他就也没再用和和服 因为他就知道彼此就是不和 对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我还是要回到根本 一直强调 人才是本质 我看你书中有提到一个 叫阿南跟这个越南女友 Mary的故事 也是有提到和和服 一开始是这个阿南他去 找到一个女朋友 他就去找三龙法师说 我想跟他在一起 怎样怎样的 他是个越南小姐 来台湾工作很努力很打拼 法师当然也就是三龙法师 也帮他处理 但越听越不对劲 这个怎么在小吃店上班 也不是卖乳肉饭跟贡丸汤 就发现从事特种行业的小姐 他就觉得你这很明显 就是被人家感情给骗了 因为人家是越南小姐 他一定是逢场作戏 你这个阿南怎么就晕船了呢 他就是有劝阻他 同一时间这故事先到旁边去 这是一个故事 支線 他遇到一个女的 这个女生他就是跑来跟三龙法师说 我希望跟我的丈夫能够和和 他对我越来越冷漠 然后彼此之间也没有共识 然后常常找出晚归 希望我感情可以回来 他就帮他处理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因为你知道三龙法师 他不是一天只处理一张符 他就像你处理故事很多 然后他处理服务也很多 然后有的时候时间交错什么几个月 但是就是因为阿南跟这女生 这两个故事 长时间一直求服之后 他突然对这两个人的名字有印象 他才恍然大悟说 这个女生的老公的名字 生成八字怎么跟阿南一模一样 你懂吗 他就跑去 他就心里有底了 他就问阿南说 你有没有老婆 然后他就被问到 他就说老师那个就开始结结巴巴 我跟你讲我没有 就是想要娶这个越南新娘 越南小姐 当我老婆 想要娶这个Mary 对 然后他这个三龙法师就直接说 我处理过一个女生的老公的名字 生成八字甚至住址 都跟你一样 你说巧不巧 然后他才想到说 原来我老婆在求和和服 然后他老公在求 跟别的女人的和和服 对 这是复杂的三角关系 那到底要帮哪一边 这就变成神明打架了 对不对 比谁法力高强这些 越老A咒越老B这样 就是互生 然后搞到之后他也觉得 还是没意思啊 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 他就跟这个阿南说 我不会再帮你求了 他其实很挣扎 因为他圈内也有人说 你管他这么多 他又不是杀人放火 是他自己问题 他给你钱你不要 你不收他钱 他还是找别的老师求啊 对啊 那干嘛 正常想是这样子 对嘛 他还是选择 三龙法师还是选择 我顾不了这个良心 因为他看这女生这么痴情 他也说 真正爱你的 不会是那个越南的是你老婆 你应该好好跟你老婆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但这个阿南就绕狠话 你不要多管闲事 就没再联络了 后来他也是跟这个老婆嘛 就是阿南的老婆 一直说有些感情勉强不来 他也没有跟他直讲 也没讲 因为他还必须要做到保护个资 对 我不能因为这样子就把你这个个资泄露出去 虽然你说道义上是对 但其实在职业道德上是不对 是 所以他就也没讲明 但他也一直劝他 然后叫他不要求 后来就不了了之 但到底后续结果怎么样 不知道 但大概也猜得到 应该不会是好的 仔细想一想 欧美没有人在拜财神 所以这种华人最爱钱 Money God 就是神明贤神这样 所以这个求财在华人世界里面 就是很重要 也很多也很长 那求财符有分很多类型 我以前就觉得就求财符 后来是这个符咒 就是出了一本书 符咒的力量之后 才发现原来才有不同的行业 有不同对应的符咒 那比较普遍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土地工 土地工 他们就是一个烧财符 求来之后 三龙法师这一派 他的说法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放好 不要弄破 不要弄湿 就放在钱包里面 或是放在识别证里面 带着 慢慢的释放你的财力 让你的工作顺运比较好 那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急刑 例如说我这个月的案子很多 我有四个案子要谈 那希望这个月 让我的财力可以冲起来 就到你公司附近的土地工 拜完之后 报上名字 然后划符 土地工允许了 把这个符咒 画在这个金炉里面 但是 现在有很多庙是不能乱烧 符咒的 也不能烧他们以外的金子 所以你最好先问清楚 为什么 因为其实第一 就是有些人会烧一些 例如是塑胶 他可能有人抄金书 金书他的封面是塑胶 他连塑胶纸都丢进去烧 那对于这金炉本身就是会有伤害 机器会伤害 会坏掉 那二来就是 有一些在民俗角度来讲 他想要害你这间庙 他可以把不好的符 烧在你的金炉里面 哇 所以你可以仔细看 有些毒鬼 他去庙里面求财求不成 他就在金炉里面塞鸡头 塞卫生棉 诅咒的感觉 就是破你这间庙 把你这个神赶走 所以庙方为了保护神明 他会禁止 他们加金子以外的东西烧 所以你要问清楚 那不行 烧没有关系 你就找金炉再加自己烧 也可以 对 就土地工的招财符 那还有很多 像是什么 柴水符也是一种 配合节日的 配合节日是怎样 像那个柴水符 午时水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端午节 端午节的中午的水 对对对 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吗 很厉害 为什么 那个水 在民俗上来说 但是当时 我没记错 好像是当时端午节都会下雨 他们就接那个雨水 但有的时候不会下雨啊 对 他们就自己准备水 拿到这个正中午的时候 拿去太阳底下晒 然后吸收这个日月精华 然后拿来 那基本上有很多种用法 有人说 喝掉 对 他是说 一句话就是什么 台语叫做你喝一口什么 午时水 吃三年的补药 OK 你台语的对怎么讲 我也不会 一嘴 五十嘴 欧十嘴 咖 咖 咖 三年 保片 是不是 好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三个人台语有多烂了 可以 好啦 反正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 游病看医生 真的 不要狂灌五十水 还是要去看医生 他就这种说法 那你可以拿来招财 例如你会拿168块的硬币去煮 然后放在自己菜位 那这个符咒就是有点像是 你玩过游戏王的那种卡牌 对 例如说什么 在下雨的时候水属性的怪兽 攻击力提升百分之三十 这种 例如说 陈锋德战士跑到林森北路 那个血量增加百分之五十 圣人模式减少百分之CD时间这样 之类的 所以他就是对在五十水用 对在端午节用的这个 那他就是把这符画在这个五十水里面 你可以放在你们家柴位 你也可以拿来撒在店家 像之前有一个故事是 有一个卖彩券行的 他就是有一个阿伯拿五十水来买彩券 就他忘了把这五十水放在店内就走了 然后他走了之后呢 他店家常常会留一些垃圾嘛 有些人吃完饮料干嘛喝完的水 那水是普通空泉水瓶 倒掉啊 就倒在他们家的那个发财树啊 什么节节高盛那个 倒在那边 结果倒完之后呢 他们那个阿伯的儿子跑来要 他说我已经倒掉了 不好意思你要空泉水 你再继续拿一瓶 不是那是五十水什么的 他那个老板娘也不知道 可是他确实发现那时候的业绩就开始有变好 就是店内常刮出或是重头奖 对这些的状况 所以他就有分享说 五十水配合符咒加成的效果 符咒的力量 我有看了 就很厉害耶 里面就有那种旺店符 就是针对那种业绩不够好的老板 好像可以提升他的业绩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对他其实这个故事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个牛排馆 那个人很有意思 他跟三龙法师是同一个乐团 因为三龙法师有在玩乐团 这么时尚 对他还跟五月天的那个怪兽见过面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玩乐团 里面有个是卖牛排的 然后他就是说那个店家生意变很差 因为疫情关系 想也知道嘛 怎么办怎么办 他希望客员啊 什么人来啊这样 但是现在就没有人嘛 后来他就听完之后 他就觉得你这个应该是希望你的店面好 你不是说我今天去一直种乐透 还是说我今天工作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用旺店服 针对店家 那我就说旺店服用的会怎么样 他说会增加客源来嘛 所以他后来变成说 他的客源不是实体客人 因为他们是在乡下 那时候没什么Uber的概念 Uber E的概念 他自己就去申请 然后那个变成Uber E的客源 是从网路来的 大家买牛排回家吃这样 所以他的店家还是有守住 这是旺店服 那这部分就讲说 我就说那这旺店服 基本上很多店家应该都会用吧 对 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要财来 他是要人来 他要人气的 他不是要财 所以他可能用旺店服 请兵将让这个磁场吸引人过来 所以他说很多店家有用 但他不会直接贴在门口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会有种观念是 看到服就会吓到 像之前有讲过 是不是死过人 是 有僵尸吗 对对对 就会先联想说 是不是要来镇压什么的 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放在 例如收银机下面 或是收银机里面 或是放在画的后面 把它盖住 不要让大家看到 但是一样会发挥作用 还是会有效力在 我看你会把符咒比喻成一个电池 我其实不太懂 为什么会这样比喻 我们把它想象成这样说 基本上很多人觉得说 我这个例如 我以前常去鬼屋 对 我要去采访 那我就一定要平安符 那可能会跟 有的人去关公庙求 然后求了一个关公的平安符 之后就觉得关公就在这里面 没有啦 哪有这么容易分铃的 关公都吃得太赢 十个奋斗 跑跑跑 它其实就是蓄积一个很强大的 正能量的电池 它戴在身上 它会散发出 有点像是防蚊液 然后你在身上 不好的东西像蚊子靠近 它闻到这味道 或是受到这磁场干扰 它就会离开 它就不会靠近你 它就是一个电池的概念 那把这个平安符 转换成财力的话 就是它也是一个电池的概念 刚刚我们不是说到 有些符咒放在身上吗 它会持续的散发电力 让这个好的东西吸引过来 把铁子吸过来 就像一个磁铁这样 把女人吸过来这样 怪怪的 所以讲出身心话了 你们想要的不是求财吧 所以把符放在裤裆里面 好 反正就是 这种东西的概念就是一个电池 所以就有人问 但我一张符可以贴一辈子 其实基本上不太可能 你要定时的回去 例如你是在哪里求的庙 你就回去那边过香 当然还是要问神明 你可不可以让我过香炉 然后雇个香炉 充个电再拿回来 如果你是跟法师求的 你就把它寄回去 法师就加持 那有些人觉得 我可不可以再求新的一张 其实也可以 那你就把原本的符化掉就好了 然后再求新的一张 怎么样化掉呢 一样就是你可以拿去庙里化掉 但是如果庙不可以化 你就在拜地祭祖所顺便化掉就好了 把它烧掉 烧掉就可以了 对 因为它就变成一个没有电的空壳 所以你要真的把它丢垃圾桶 也不是不行 直接回收也可以 那如果我真的求了一张 比如说聚财符好了 我可能会漏财 那这个你就说 可能符就像电池一样 它有时候会没电 我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没电 好问题 我要拿去用电表 对 这没办法 这就没办法去查这个 所以他们才会用一年为一个更新 那有些人比较 可能他就是 还是符都是缺钱 一点太坏 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 你可能庙里去过香炉 那就不用钱 那也有的是说他是一季的 他可能每天谈的案子很多 他是老板 有的老板他是一季一季求 他认为过一季就是一个孕 人有四季要过四个孕 那有些人求签也是 我问一下这个最近的状况 他是每过一个节 过一个季他就在求一次签 因为他觉得时间会变 每一个季是一个段落 所以不同 每个人不同 那像我常去鬼屋的 那你们可能常常比较做办公室的 你们的那个保身 平安的就不会耗电力耗太多 因为你们也是久久才可能遇到一只阿飘经过 然后被赶走这样 但我是去到鬼屋 那蚊子跟鬼一样多 我的防蚊液就要喷得很凶 你知道吗 这是大概的概念 所以我耗电量一定会比你们高 对 就是看你的使用频率来 决定你何时要回去充电 手机的频率也是一样 那种概念 求这些服 这些比如说聚裁服 又或者是店家要求这个望电服 这个求一张到底要花多少钱 好问题 基本上我现在还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符咒本身 因为之前有提供不是必需品 所以你听完你觉得有趣 你想尝试可以 求服多少钱 这个没有供定价 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补品 有些人觉得我身体状况 我去买一个大厂牌的B裙 200块我自己吃就可以了 但有些老板他没有 我就要吃天山雪莲的人生 一碗四五千块 我可以 是 我花得起 对 我觉得这样有用 我B裙没用 所以就变成说 我知道有些老师他开的价格很亲民 可能800、600、1000、1200 你觉得1200我买一张一年的招财符 我觉得OK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 他找某些大老师 一张扶下去6600 也有看一次风水万把起跳的 对 他也有 所以这东西就量力而为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花不到这个钱 你不要硬去找这个东西 你这样反而没有去到财 你反而破财 没错 一张几千块真的很伤 然后可能一两年又要换一次 那或者是你感情不舒服 你又要再求一张 对就看每个人使用 有些人觉得我不需要 就像我不需要花一千块去每天买B裙 这时候就要业配土地公跟持幼公 这都不用花大钱 大庙其实你潜心的去祈求 也有啊 对也是有作用的 对他们 但有人就觉得 那个是印刷的 我要亲笔也可以 这每个人不一样 需求 我没有说出了这本书 你们全都跟我去三龙买 三龙以外都是神棍 没有 你可以找你自己老师 我不想花钱 那你就去庙里也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 郑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使用上 你觉得他们是有用的吗 我就想说 有没有什么时候问我这一题 跟你讲 这是每个人都问我的 你看 就我就是记者 我就是实际 那我有没有就是实际效果 我必须告诉你们 我没有一次是有一个很强大 告诉我 靠腰这个符真有用 没有这么样 马上体验到 对 可是你说我求这个符 跟这三龙法师认识 因为他常常送符 或是我跟他求符 我这一路走来也算是顺遂 也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他也是一个辅助 那我没有亲眼看过 有 我的摄影有一天 就是我跟他去台南采访 那采访的时候 我记得是白天 我要做Stand的时候 我的摄影突然间就接电话 很忙在接电话 我从白天等到黄昏 太久了 你去看那则新闻 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 我想真的很严重的电话 我也不吵他 你看那个画面 那条新闻 白天我那边拍空景 等我做Stand的时候 后面已经变紫色了 就黄昏了 然后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突然接到一个 他有卖茶叶 他接到一个大单 然后那个单 他没有讲多少钱 但是那个单很大 突然间有个老板 要订一笔茶的生意 这样的 他就突然间接到这大单 哇好爽 赚了一笔钱这样 可是后来才知道说 当天刚好是三龙法师 自己财神 那个符咒到他家 同一天 所以他就觉得很有用 而且当年 他拿到财神符咒 尾压 就没多久就尾压 尾压的时候 他中好几万块 所以他就笃定有用 这是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 另外一个也是摄影 他那时候就是 他跟那个聚财有点关 就是他的财也是一直流 一直破了 他赚钱赚到嘻笑 六日也是一直疯狂接单赚钱 但是存不到什么钱 对 他的钱都是不够用 车子一下坏掉什么 后来他就是看我的专题 制造三龙法师之后 他就问我有没有用 我就说你就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不会太贵的话 他就去求 求到现在他离职了 去当老板 他自己开公司 然后还求了三脚残除 又求了皮修 也是跟三龙法师 所以他的案例 他也是很信 所以就变成说 从旁人的案例来看 这个符咒 还是有存在他的可行性度 只是记者的职业病 就是就像我找鬼找 那么多年 六七年 没看过鬼 对 我没看过鬼 我就没有办法去笃定说 这个真实存在 但我还相信 但我不会到迷信 就是他没有一个 真实就出现在 我这一刻的状态上 是 所以职业病的状态 我没有办法全然相信 那我可以把理解成 它是一个缓慢 但是是有效力的过程吗 我的解释就是说 至少我在使用符咒 这过这几年 是好的 我没有一直用到 最后我跑去什么 车祸被撞 什么之类的一些碎事 所以我觉得 这都算是好的 OK 我想要看看 就是三龙法师 能不能让自己的乐团 称为五月天 好不好 我们就看这一笔 他应该有下这个 什么符 这是什么符 人缘符 什么桃花符 所有的粉丝 五月天的粉丝 都变成我的粉丝吧 听我唱歌好舒服 三龙法师应该 你刚才想一下 我觉得我们好找事 他可能没有想过的这一块 他如果认真来 用一些符咒的话 说不定 我不知道 但是他本来他喜欢符咒 他就很喜欢这种 也有可能他搭配自己的命运 说就不行 这样是强求 对不对 人生有自己的运途 你也不能强力扭转 适合哪一条路 可能就真的不太会 这个弹乐器 就不是郭台铭的命 然后你买了一张八万八 八十八万的也是没有用 就为难财神爷 对 好那我其实听一听 感觉符咒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但听起来好像不止这些 好像符咒是千奇百怪的都有 对因为其实以前 很多人他们医术不发达 或者是科学不普及 他们就借助神明 就用符咒 所以像是画骨符 不是画骨棉长 那个画骨符 因为太多人都这样讲 我们解释一下 画骨符就是 以前人在渔村的时候 他们的主食就是鱼 那你常吃鱼 势必就会被骨头卡到喉咙 那时候他们就会 有一种叫画骨符 就是画完之后 把这个符咒画在水里 喝掉 那个骨头就顺着这样下去 但是我要讲 在现在医学来讲 你要是如果喉咙卡到一次 请你立刻去看医生 对 继续急诊就好了 我就被卡过 看耳鼻喉科 对 要找有耳鼻喉科的急诊室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反正很痛苦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三龙法师有分享过 但他也是再次强调 现在就是去看医生 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邻居 他就是老人家 就怕那个塞东西到鼻子里 然后拔会怕 他就开那个画骨符给他 还真的就吞下去了 就没事了 其实也是需要多喝水 对啦 对 就是多喝水可能也是下去了 但我去看过医生 所以我知道就是 如果你在卡到喉咙的话 不要吃东西 不要喝醋 不要喝水 就是去看医生 对 你有可能越卡越深 越里面 越难夹 对 也有一个叫止血符 但是现在你如果出车 或者不可能在那边 呃呀 止血符 不可能一定会挂 还打个话去三楼法 四悬报 一个止血符 消防队下来 然后又叫医生拿 消防队下来 直接挂一个止血符 贴在你身上这样子 对 所以就不要去 那是以前的那个时代 所以我们时事经济 医学经济 科学经济 我们就要跟着福州一起经济 像以前庙里有药签筒 你生病了 我会去求药签 那我今天哪里生病 我求什么一千 他就中药 就叫你去补那个 那现在不用嘛 就去看医生嘛 医生就告诉你 哪里有问题嘛 所以就是时代不同 民俗上面的 宗教信仰的方式也在改变 而且是针对不同的需求 像有些东西已经很明显 有其他更科学的方式 可以帮助你的时候 你就不用求福州 那有些东西是说 我还不明确 那我希望 也不知道谁可以给我解释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可以求助神明的力量 或者是福州的力量 你也可以说是给我一点 信念上的支持 心神 心灵层面的 心理上的加持 那你最近就出了这本书 其实我们这两集都在聊 福州的东西 这本书叫做福州的力量 这本书是在教别人怎么画福 还是怎样 给予福州的正确观念 还有重点是故事 因为它里面有18个故事 就让大家去看故事 然后看完故事 觉得有趣 然后同时了解到福州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一些民俗的观念 让大家知道说 拜拜 福州这些东西 我看你是跟三龙法师 一起出这本书的 你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我比较像是记者作者撰稿 因为他可能是故事有很多 但他没时间写 或是他可能写的比较花很多时间 他认识什么 那我比较善于写 所以他把故事讲给我听 他把一些专业知识讲给我听 我把它写下来 对 当初怎么想说出这本书 就是他看我出书 然后就问我说 我就说其实你的福州也可以出书 你知道吗 你每个福州都有故事 因为我之前就 你们有那个柠檬小键盘 我之前是那边的专栏作家 对 那时候我就很常分享他的福州故事 我就说这些故事都可以写 可是他没这个时间 他可能也没有兴趣写稿这样 所以就说那我就跟你合作来写一本书 他说OK啊 口气我只能说真的非常赖正凯 就是中间两个人的对话 就是我心里想说 简直就是你们两个平常 中间好像有一些Q&A的部分 很可爱 Q&A是你跟三种法师的Q&A 就是可能刚刚聊过天 我把它写下 但不可能录音笔足自搞 LINE上面的啦 见面聊天啦 吃饭话题上面 就问他这个福 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 然后一些义男杂症就问他 这个福的一些相关的典故 对对对 有没有效 或是翻外篇 这个故事翻外篇 是比较生活化一点 不会那么深色 因为一般很怕说去买到这种 符咒的工具书 对 那时候其实我在取这个书名的时候 我就在想要取什么 我的个性我想取叫符符贴贴 符咒的符贴的贴 感觉就是很那个 然后画一个小酷手什么东西 可是三种法师就是比较正派 比较正经的人 他原本要取一个很艰深的这个文言文 他要取什么 我忘记 你看我到现在还忘记 他是不是有写啊 哦 符灵法险 他想取这个 我就跟他讲说 不行 我说你取这个没点想看 真的 真的那不行 然后我们就折中 一直折中后来搞 这符咒的力量 然后是什么这样 就用折中的方式 是 我觉得最简洁有利耶 就是告诉你 他的重点 符咒的力量 对 那个当初出版社 听到你要出这个书 有没有一些想法 他当时觉得很有意思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 我就随口讲说这个符咒 怎样怎样 什么故事啊 你看这几张符咒 几个故事 叫一本书啊 怎样 那我们来谈一谈 然后就找三种法师谈一谈 就谈谈 他们觉得OK就出这个样子 其实这本书出的算是蛮顺的 因为我以前出书 我要自己想自己写自己整理 对不对 现在这个书就是 三种讲什么 我听一听 然后我提出质疑 然后论稿 然后把它弄一弄 就写出来 感觉花的时间没有以前那么长吗 没有 差不多半年 其实这边有一个小故事是 我原本预计在2023年 就是去年 我要出两本书 一本是我自己原创的长篇小说 然后一本是这个 后来我发现 我真是把自己看的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根本写不下 那个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好难写啊 你现在写到大概什么段落 我其实已经写到尾声了 但是因为长篇小说 它是要前后呼应 起承转折 起承转折 然后逻辑上要通的 我记得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我与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 然后它也是讲 对 讲人跟鬼的一些过程 我看完之后才发现 我写的那个根本是愤座 我就跟出版社说 暂停 我不写那本书了 我先把扶座的力量出完 对 这个比较顺口 比较快写 那那一本长篇小说 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看到 没猜错 应该是今年 就今年了 今年的7月 7月啊 就鬼月啊 也是跟林毅有相关的 我一定写灵异的啊 我不可能写亲子 亲子谁看 我写爱情没人听我讲话 有啦 听你怎么样去 这个拉赛 拼妹这样子 对就是说 那你还讲的话 反得住 你的爱情就很顺 好那我看这个书里面 好像还有四张符 对 这四张符分别是 这个三龙法师亲笔 画出扫描的 这个招财符 人缘符 平安符 跟防小人符 对 如果真的是三龙法师亲笔画出 然后这个按公定价码 可能要好几千 他是先要三龙法师亲笔 对啊 那这个不是现赚好几千吗 没有 因为他毕竟是印刷 我还是要坦白告诉你们 就是因为印刷跟亲笔自己做的 就像你去找厨师亲自做给你的 跟你做成罐头的 这味道是有差的 对 所以这个符咒 你直接 如果你今天拿这个书 什么赖正凯 妈的把这个符咒私下书丢了 告诉你没用 因为你这个符咒是要过过香儒的 对 你要去找对应的神明 然后土地公或是神毛妈祖 然后去过香儒 他才会启动这个符咒的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 我没有要这个推荐 就是说 还是比起老师专门为你去写 你有生成八字什么 他去帮你加入 注入这个能量会来得更强 对 这个东西可以做成书签 或者是你带在身上 先保个平安 或是你先试个水温 有没有用 都可以 对 在书的最后面有去讲解 这个到底怎么去启动 这个市场服务 那我们这集呢就聊到这边 也感谢特别之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在sq人连书 以及youtube搜寻订阅 我在案发现场